大家好,我是Daryl,欢迎收看怪奇音乐 这个节目是希望透过交流分享和问答的方式 来帮助到各位喜欢弹吉他的朋友 首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欢迎订阅 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录下去最大的动力 那我相信其实一开始对很多想要弹吉他的人来说 第一关当然就是刷和弦 但是可能刷和弦不管你是看谱还是你模仿别人 也许你会觉得有一点混乱,有一点无所适从 那你可能听到所谓的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 你也不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就用一个比较慢的速度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右手的一些基本的节奏的应用 还有速度的变换 今天我们就用60BPM的速度来示范 那当你拿到一张谱那上面写着速度是60BPM的时候 其实他的意思是以节拍器来说是每分钟会打66下 那他的速度听起来可能会是像这样 OK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那你可以听得出来 每个单位都是以四下为单位 第一下会比较重 刚刚的节拍器就是这样 第一下比较重 然后后面三下比较轻 那一般而言我们的谱上都是以这样四下构成一个小节 那今天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个很基础的观念 就是你常常可能会看到所谓的全音符 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到十六分音符 当然还有更多 但是今天先介绍到十六分音符就好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是代表音符的长度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全音符、二分音符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每一个音它延长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这个直接用演奏的方式会更快的让各位理解 二、三、四 好那所谓的全音符是什么 全音符的意思就是 一个音符就延长这四拍 也就是说我今天只要刷第一下 然后剩下的三拍都是让它直接填满的 也就是说它的长度就是四拍 听起来是这样子 OK很明显我刚才只有刷第一下 剩下的三拍就是让它直接延续的 所以这就是全音符的长度 它基本上就是在所有节奏当中是最长的一个节奏 OK那剩下来的下一个就是所谓的二分音符 二分音符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全音符在除以二 OK其实这些节奏都是用除法来算的 那除以二的意思听起来就是像这样 OK接下来这个是二分音符 一、二、三、四 OK我相信对各位来说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也就是说我是每两拍刷一下 那我每一次刷就是延长两拍 这就是二分音符的概念 那剩下的你应该已经可以依此类推了 下一个就是二再除以二也就是四分音符 OK用除的 四分音符当然就是每一拍就刷一下 就是刚才二分音符的长度再除以二 所以听起来会是二、三、四 OK很明显 我刚才节拍器没拍一下我就刷一下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四分音符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四四拍其实就是以四分音符为单位 四四拍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拍号 那世界上应该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四四拍的 那四四拍的意思就是上面的四是代表每一个小节里有四拍 那下面的四是代表以几分音符为一拍 那四四拍当然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那其实还有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 比方说你有看过三四拍三四拍当然就是每个小节有三拍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复杂的什么九十六拍啊 十八三十二拍 但是那个都比较少出现 但是基本上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当然就是比四分音符再快一点 那听起来就是 二三四 一二三四 应该非常明显 我在每一拍的中间都是刷两下 OK 每一拍刷两下 所以这个长度就是比四分音符再快一倍 这就是所谓的八分音符 也是很常用到的一个速度 下一个就是十六分音符 今天介绍到十六分音符就好 十六分音符当然就是比八分音符再快一倍 所以听起来会是像这样 二三四 二三四 OK很明显 节拍器没打一下 我的右手就刷四下 这个是十六分音符 是之后我们在练习刷和弦的时候 非常常用到的一个节奏 那当然你可以知道 十六再除以后三十二 就是节拍器没打一下 你就刷八下 但是那已经是非常少见的状况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暂时不介绍 那我们可以先把以上介绍的这几种 以上介绍的这几种节奏 先把它练稳 那接下来就邀请你来跟我一起做一个练习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些节奏之间做转换 我们可以第一次弹全音符 那第二次弹二分音符 接下来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这样子 按照顺序演奏 那到十六分音符之后再回到全音符 OK 一二 从全音符开始 二三四 接下来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回到八分音符 一四分音符 一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 接下来你当然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 在这些节奏之间用跳的 你可能从全音符跳到16分音符 跳到4跳到8再跳到2 OK就随你高兴 那等到你右手刷的比较稳了之后 你也可以试着在左手去变换其他的和弦 来玩这样子的节奏 那我现在一样就先用一个和弦来示范就好 我可能就随便跳 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希望会对各位有帮助 那这个节奏其实对于刷和弦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弹吉他真的不用弹得复杂 你只要把节奏弹稳 其实听起来就是非常好听的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花一些时间对着节拍器去练习 像这样子的速度的变换 那如果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络我们 可以在下面留言或是写信到我们的email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都欢迎追踪我们的YouTube IG跟抖音频道 如果想要来上吉他课也都随时欢迎联络我们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